大家好,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 我是《經濟日報》的李國興 中港股市今日表現不錯 上升到兩個月的高位 恆指還突破23,000點 我今天跟大家講的題目是GDP 未講題目之前,看看新指數表現 全球恆指上升了179點,收報23067 成交不太活躍,不夠900億,只有879億 注意,港股成交和升勢不太相符 今日,A股變得理想一點 我們先看上證指數 上證指數今天上升了1.6% 收市時是3391 距離全日最高位3393,只是差大約2點 接近全日最高位收市是理想 而成交亦活躍,接近1萬億 胡三兩市的成交 更理想的是,今天的收市位 已經站在7月低位3373之上 即是繼恆新指數,昨日收復7月低位之後 上證指數,今日也收復7月低位 走勢理想 估計下一波,上升目標大概是3500點 到3550點區 為何這樣看呢 一來,下面可以當作三角形量度升幅 二來,我們看看上證指數周線圖 大家明白了 你見到有一個明顯的下跌裂口 下跌裂口的低位,就是3490 即是3500區 估計有機會回補下跌裂口 所以,先看3500至3550點區 作為一個短期的看法 剛才也提到,題目是GDP 你見到港股今天升上去之後 不是很肯升的 可以說是,在上高打了十字升 代變形態 而成交亦都不太配合到 不夠900億是縮了的 為何會這樣呢 我估計,與市場等待下星期一 中國公佈的第三季GDP有關 現在市場股,會有些股是6.8% 即是低於阿爺的目標7.0% 有些股票,再差點是6.5% 不過,昨天發覺新聞發言人 說,大概7%左右 太陽定心院,不用那麼害怕 其實會是6.8% 7%還是更加低 我覺得都不重要 如果真的差,都是震一震 因為現在港股的形態比較理想 上升目標2.4萬 關鍵是,看看第四季GDP行不行 阿爺已經出了很多招 穩定經濟 所以,估計第四季應該是較第三季 GDP是好一點 而更加重要的 實際就是,未來幾年 究竟GDP定在哪裏 即是,阿爺還會催谷經濟 還是容許經濟回落 大家都知道 18屆五中傳媒,本月下旬會照開 期間,會講13.5規劃 13.5期間,GDP究竟會定是怎樣 會定繼續保持在7% 還是6.5% 這是比較重要的 很多經濟學家都說 GDP長期保持在7% 是有困難的 定低一點 合理的 中高速增長 不過,大家都知道 內地定GDP是一個政治任務 亦未必因為經濟形勢定得太低 如果是一個政治任務 可能都要保持在高位 所以,究竟定成怎樣 大家要等待公佈 可能對中線 會有重大影響 短期來看 恆指仍然可以反覆上升 挑戰2.4萬 相抵量度升幅 不過,下星期公佈了GDP 之後,亦有星期三 是重陽假期 然後再到一個星期 就是月底結算 恐慌上升到差不多 就會反覆 如果你看恆生指數周線圖 你就明白 你看到一條下降通道 那個頂部 大概再升幾百點 就應該碰到 所以,不排除下星期 再升上去一點 就有些反覆 未那麼快去到24,000柱 反覆一下 然後再看恆指仍然 這個相抵量度升幅 去到24,000柱 作為這個中期目標 好,今日分析是這麼多 多謝大家